停下 锦鱼 楚楚呢 楚楚 楚楚呢 我 楚楚 前面还有一个 锦鱼 楚楚 许如归听名于秦鱼 多年来一直暗中查探父亲的消息 销衡跑了 给我追 当年剑人道节度是谋反隐瞒 必有隐情 秦鱼定然向朝廷隐瞒的时候 也许只有破解父亲留下的谜题 才能找到答案 这些都是巫医大书画的 他很喜欢作画吗 以前好像没那么喜欢 就是他离开前那段时间 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喜欢了 也不画别的 就画这些山啊 树啊 这些画的都是观脸线的景 嗯 山都是凤凰山 水都是永安河 哭 王爷 你想到什么了 他的窗纸一直都糊得这么厚吗 好像 不是 应该是从他喜欢画画那个时候开始 他买了好多画纸 有些用来画画 有些就用来糊窗了 他说夜里风大 窗壶的厚一点 不漏风 楚楚 你把这两处曼子都放下了 哦 看我 黄不πό 小枉 给你拿走 我 你不再逐一终 我 你不按照 你不可以 这 好 你不然 你不想 你不想 我 你不想 王爷好了 你去看看对面墙上 有什么异常 看墙 对 王爷你快来看 墙上有个小亮斑 找到了 这墙上有个贯穿墙体的小洞 有两侧弧珠的画质给遮住了 在室内光线如此昏暗的情况下 点燃另一侧柜中的蜡烛 明亮的烛光便会透过这个孔洞 在这一侧的画质上 留下这个光斑 这也是巫医大叔弄的 潜随大兴图 曾有三十万两工程款 在运转途中不翼而飞 便寻不着 直到咸语官真破气藏鹰手法 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涉案关羽 竟是通过凿壁偷光的人 利用酒楼的墙面 与山水画作来巧射地图 标记藏鹰之地 用于事后分赃 此案被写成画本 与坊间广为流传 父亲想来 便是接近于此 王爷 出家出事了 走 王爷 卑职是指 请王爷择放 爷爷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你哥哥不见了 爷爷 你别着急 有王爷在 我哥他会没事的 怎么回事 都是些什么人 许如归呢 惠美王爷 刚才也不知道怎么的 许如归突然挣脱绳索 袭击我二人想要逃脱 我二人正与之交手 这些山匪模样的人 突然闯了进来 明显是冲着许如归去的 我二人寡不提众 让许如归趁乱逃了 有贼匪去追许如归 张云追去了 留卑职在此地 保护楚家州去 楚河呢 楚河呢 卑职等没有留意 也没有听到其他地方 还有打斗声 方才楚家二老问起来 才发现楚河不见了 放心吧 王爷 我已经让 信仰的人去追了 逃了几名贼妃 两人 楚河跟许如归单独呆过 是 王爷 楚河来给许如归送饭 曾和许如归相处了约 一炷香的时间 楚河 这是做木工用的刀具 许如归应该就是用这个 磨断了绳索 楚河为什么要帮许如归逃跑 是谁让你们放楚河和许如归 单独相处的 你们 卑君疏忽懈怠 请王爷降罪 王爷 楚楚 先看看这些尸体吧 好 死者身形剑术 手掌有常年操练魔朱的老箭 胸口的刀伤是致命伤 这人手掌也有同样的老箭 这些人应该是当兵的 当兵的 从他们手掌的剪子就能看出来 这是当兵时常年训练所磨出来的 当兵所做的训练和一般习武之人 是不一样的 所以磨出来的剪子也都是不同的 当兵的 不会是秦鸾派的神策军来灭口的吧 先进来的这拨人挺像神策军的路数 但后进来的人有些奇怪 许如辉正脱神策后 又二人交手 此时屋外进来的人 朝朝都要取许如辉的性命了 但随后又进来一回事 他们非但不伤许如辉 还反过来护着他 这些些人彼此之间有打斗 想杀许如辉灭口的 是神策军 另有话 是抓人的 抓人 这就怪了 不怪 这是玉棒相争 玉棒相争 青鸾的如辉楼是卖家 钱周诸氏背后之人是买家 原本是交易双方互惠互利 如今如辉楼失败 变成了一玉一棒 现在这棒 应该是摸清楚了如辉楼的底细 想要拿捏住许如辉 把它当作筹码 反身变成卖家 到底什么意思啊 听到我都糊涂了 这就糊涂了 我给你解释解释啊 王爷的意思是 干坏事的有两伙人 两伙人 对啊 这一伙人呢是想杀人 却不愿意自己动手 于是花钱找人干 这另一伙人呢就是收了钱 来做杀人买卖的 你想啊 这杀人的买卖本身都是见不得光的 所以花钱的只会知道 想杀的人有没有被杀掉 而不会知道谁接的单下的手 现在好了 王爷把如归楼这么一端 花钱的人都知道 背后收钱的是许如归了 所以啊 现在就是花钱的人 发现这许如归的背后是秦鸾 想利用许如归威胁秦鸾 我懂了 就是黑吃黑 狗咬狗 精疲 先将此地清理干净 大哥手下的将士 对这一代比较熟悉 劳烦大哥多派些人手 去找楚河 对了 把楚河的狗带上 他熟悉楚河的气味 多少应该能帮些忙 许如归身负旧伤 这一番打斗之后 应该跑不远 多多注意附近能够躲藏的地方 好 锦衣冷月 你们去县衙交下人过来 把这里清理干净 就说是山贼来打架劫舍 旁的不要多眼 是 好 楚楚 你跟我来 又怎么了 没听到吗 有喘息声 有人一直跟着咱们 哪有啊 你不会是听错了吧 是咱俩的喘息声 许如归就在前面了 快追 许如归这个人十分狡诈 小心中了他的轨迹 真麻烦 他 我 他 我 他是 他 他 山林里雨水多 路面泥泞 有人走过碧流族夜 都仔细看着脚下 是 王爷 其实我 你是不是都已经知道了 我应该知道些什么 我爹娘的事 你审问过许如归 一定全都知道了 他是对我说了些 关于你父母的事 不过这些都还没有重视 待查试之后 我定会如实地告诉你 他是不是也告诉你 我爹是那个 那个反贼 云翼 是 不过此事还只是 他的一面之词 现下还不能下定端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关于我爹娘的事 你都查识什么了 许如归是不是在撒谎 坏人都爱撒谎 对不对 我能想到去许宅找你 还是因为许如归 在现场留下了这只簪子 你说 这是许如归特意在现场 留给你的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时我也不明白 所以我赶回县衙 查了你母亲的遗物 发现你父亲 有可能是 剑男节度士手下的官员 这才明白了他的用意 什么用意啊 他想引我去查 关于你父亲的事 借此来摧毁我们之间的幸运 把你逼上绝路 不得不与他为伍 所以 许如归说的话 都是真的了 我说过了 此事现在还没有查识 还不能下定断 你都已经推断出 他可能是剑男节度士 麾下的官员 那 他是不是就是许如归说的 那个反贼 云翼 这正是许如归的狡诈之处 他想让我在寻找你的时候 发现这件事情 我很容易忘记 我调查这件事情的本意 是在搜寻你的下落 转而去查证 你父亲究竟是不是反贼 这样他就要有更多的时间 来躲避追捕 可是 王爷 楚楚 寻找你的下落 和你父亲的身份是两码事 之间唯一的联系 就是许如归想要用这件事 来干扰我的思路 我是说现在 现在呢 如果我爹真的是那个反贼云翼 我是不是就会牵连到你 大哥 萧将军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以然是这条路往上走 我就要进山了 你是要到山上去找我哥吗 到底怎么了 楚河 可能失足掉河里了 山游河岸有一处明显的路水痕迹 族云大小 与楚河的很接近 我们找过去之前 音语语语听到楚河的一声喊叫 我们找过去之前 还有这狗的反应 也证实楚河 确实曾在那儿出现过 但之后 就再也没见他的踪迹了 我哥他水性很好的 他一定很快就会上岸的 楚楚 你先别着急 楚河兴许是从河对岸上去了 我刚才和楚楚在这里说话 没有留意河里 他也许是游到河对岸 大哥 你派一队人 去河对岸找 你们这一列去那边找 是 景云 过来一下 怎么了 有件事 之前没顾得上和你说 现在楚河闹这么一出 我觉得 或许跟这事有关系 都什么时候了 大哥直说 之前我无意间 听见楚河和他爹 在厨房说话 我把丫头给娶了 那楚丫头 就是咱楚家的媳妇了 不管她认不认本家 她都是咱楚家的人了 你要真有这个心思 也得楚丫头愿意才行 荒唐 她可是 她可是什么 她俩可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还有这些天 我看她对楚姑娘的样子 也不像是微信的 而且还有今天这事 今天这事 你在怀疑什么 你不是在棺材租坊里 发现一个刀头吗 是我也说 楚河单独跟许如龟 待过一段时间 会不会是 楚河知道了许如龟 是楚姑娘的亲舅舅 担心许如龟 会带走她 又或者担心许如龟犯事 会连累楚姑娘 于是她就把许如龟放走 她以为 只要许如龟跑了 或者被杀了 她就能把楚姑娘留下 你在怀疑她 现在是畏罪潜逃 楚河的足迹 跟许如龟潜逃的方向 是一致的 此事 暂时不要对任何人提起 尤其不要告诉楚楚 但是你觉得 楚河那番心思 楚姑娘 就真的一点都没察觉 楚姑娘 锦鱼 王爷 将军 将军 都不出现 有点 能不能 是 最后 可老 都不敢 有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爷呢 我有一件东西想送给你 你有了乾坤镜 以后再遇到没窗户的地方 就不用进去了 只需在门口 用它来看里面的景象就行了 你喜欢吗 你就是玉面判官 那你也别多理了 别叫我楚哥娘了 就叫我楚楚吧 你在那手卷上绣的是什么 一根骨头 内侍人胸前左侧第五根肋骨 把手放在这根骨头的位置上 就能摸到心 再碰碰地跳 快 来 锦鱼 醒醒 您怎么样 锦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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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啊 醒醒 锦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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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鱼呢 锦鱼 锦鱼呢 锦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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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命了 谁让你跳下去的 我 我看到我哥的衣服 从水里浮上来 我就知道 他肯定在水下被困住了 他丢衣服上来 是为了求救的 这在水边找的人都知道 那也轮不到你跳下去 可是我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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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就过来了 哥 哥 冷姑娘 我 我哥他怎么样了 没事 他就是溺水受了点惊吓 我去给他开服药 待会儿你健安了 给他灌下去 朱处 盘县城 静少卿 你怎么来了 下官听闻 县衙出了事 便急忙赶到 看有什么可以效劳之处 你大半夜的 来这荒郊野岭干吗 他 祖长七寸吧 祖宽三寸 薄服一池五 微薄 那天晚上就是他 正好 有劳坛县城 去抓一副药来吧 不必了 我知道哪儿有药铺 我自己去抓就行了 还有劳坛县城 给楚楚 找一身干净义服换吧 是 下官这边去 解雲 解雲 开门 我没事 开门 我在更衣呢 你要再不开 我可撞开了 我真撞了啊 大哥 大哥 我真没事 怎么能没事啊 你小时候淹了一下 病的人都快没了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那也不行 一会儿让凌月给你瞧瞧 不是那喝水那么凉 你这身子怎么受得了吗 你这万一病起来 这穷香疲壤的 你让我怎么办 这是哪个二把都浇的你浮水啊 学成这样你就敢往那 涨水的河里跳啊 没缘浇 就是自己试过 什么 你还说楚楚不要命了 我看是你不要命了 那么多人在岸上呢 论水性 论身体哪个不比你好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他就那么一声 不响地跳进河里 我还能怎么想 这永安河就在他家门口 这些镇上的孩子们 从小泡在河里长大的 你一不守水性 二不守着河 你跳下去谁就谁啊 如果我说 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跳下去 我反应过来 我来的时候已经在水里了 大哥可相信 你 我看你是被人灌了迷魂汤了 也许从前的我才是被人灌了迷魂汤 自诩冬若关火 却萌寐得连自己都看不清 什么 没什么 我跟你说 不管怎么样 你给我离水边远远的听见没 你要是再敢往水里跳 我立马押你回长安 知道了 大哥派出去搜寻许如归的人 全都回来了吗 没有 我留了一支小队 在那继续搜索 一有消息 他们就会来禀告 这许如归叛主求生 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火 肯定是不敢回长安了 照你说的 关岭县是他老家 他对这儿了如指掌 最有可能 就是躲到附近的山里去了 这西南山林环境复杂 熟悉着山中环境的人 一头躲进去 要找起来 怕是需要些使人 要不我让郑县岭 发动附近村民 一块儿进山招招 不可 若惊动了许如归 恐怕会伤机无辜 你容我再想想 我去 安郁王 这幅便是关岭县的地图 此地城防一直是你做的 是 关岭县城地势险要 山川水道错综复杂 下官上任之时 尚未有一条道路 与外界交通 百姓来往全靠一条滑索 约五年前 周府衙门拨了砖款 修了官道 百姓们与外界的往来 才多了起来 不过如此一来 山匪马贼 也就逐渐多了 安郡王 下官多次承报周府衙门 为县衙加派人手 可至今没有下文 这下官 实在是 冤枉 下官不敢 下官不敢 事情既然发生在你的治下 无论因由如何 你都责无庞贷 若再有半句推诿色责至此 我定巨石承包朝廷 交由力不裁断 你是否冤枉 安郡王 息怒我 下官 争承不力 责 责无庞贷 起来 谢安郡王 你在此图上 将所有可能进出官领先的路 无论是山路还是水路 都指给我看 是 暗郡王 这是县衙所在 通往县城的河流 一共有六条 好 好 好 争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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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捕失败 正在寻寻 一群成祸 非要本王亲自出马 老爷 薛尚书到了 没有 薛府来人说 薛尚书一早进宫去了 说是晚些时候从宫里回来 再来拜访老爷 进宫 陛下 方尚书此前寻查西南时的祭药 要一卷遗失了 遗失了 哪一卷在何处遗失 应该是在进京之前就遗失了 那些巡查机要阵都看过 三卷机要里的时间和路线都是连贯完整的 并无缺失啊 陛下荣离 陈也是和当日冯尚书西南随行人员在交接公务时才知道 除了已成陛下预览的三卷纪要 冯尚书还将一些事物单独记录成卷 什么事物 陈问过随行人员 他们也并不知晓 陈也去冯府调查过 冯府上下都未曾见过 偏偏冯尚书返京当晚过世 此卷不知是返京途中遗失的 还是 这件事为何到现在才告诉朕 陛下息怒 此事关系重大 臣不敢声召 也唯恐是臣一时大意找漏了什么地方 这些日子 臣也是四处仔细寻查不得 才敢来禀报陛下 若当真是博慎一时也倒罢了 若是有人存心不想让朕看到这巡查纪要 那便意味着 逢借此行真的发现了什么 陛下 朝中皆知我乃汉林出身 对军政事务知之甚少 臣恳请陛下准臣 以考察乾州州府军政事务为名 前去查探 朕就准你考察乾州州府军政事务的名义 前往乾州 正好乾州次使李章在任多年 军政事务一向料理得还不错 得空你随得多看看 谢陛下 对了 逢借巡查既要一试一试 还有何人知道 除了随行的几名官员知道 臣对冯府也未曾多言 此事在你回京之前 不可向任何人提起 是 公公 您之前让我盯紧新任乾州禁奏时 沈渝已经有段时日了 自打着沈渝进京以来啊 就到处送礼 这朝中上下都打点个遍 就连我也收到了他送来的西南特产 初来乍到打点一二 倒是情理之中 送的那些礼物中有什么异样 异样 没什么异样 都是一些吃的用的 没有值钱的东西 就跟以往那些乾州官员啊 往京里送的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是多少 一丢丢还是一指甲盖 这 这个我 我正在查 对了 之前在朝中 总是私底下议论昌王之事的老臣 末将你却查了一番 似乎他们跟这个沈渝 没有任何瓜葛 一末将看 这昌王之事 也就是一股流言 没那么简单 我告诉你 你继续定好了宫外的动向 一有消息即刻来报 是 还有 之前吴江去警府 是给景阁老送一枚铜钱 钱字饮的 一枚铜钱 对 一枚铜钱 没别的 末将是拐弯末将 好不容易在户部那里 搞到一点消息 实在是想不清楚 其中的蹊跷 一枚铜钱字印的铜钱 秦公公 秦公公 陛下传诏 传什么诏 薛如成要去钱州 这下西南可热闹了 萧锦鱼去找那阴魂不散的萧衡 却找出一枚钳子印的铜钱 薛如成也尚赶着要过去 皇上 他琢磨着要赐婚 还有一个棱佩衫 有点意思 今日难得无事 想找你来下两盘棋 谁知你一早进宫面圣去了 听说在江山殿 与圣上谈了许久啊 看来 什么都忙不过 井阁老的眼睛啊 学生已经向陛下请了旨 不日将赶赴西南 安郡王离京 公主也跟着担心 没少为此事找学生 不知 井少卿可有什么消息传来啊 西南局势复杂 学生怕他在别人的地盘上吃亏 是啊 安郡王虽律师周全 但与地方官打交道 他们都没什么经验 确实令人担忧啊 葛老所言甚是啊 辞助同前一事 向来牵扯甚广 安郡王至今也没向朝廷 奏报一二 也不知道他现在 有没有查出什么 我是担心 万一西南冷师一族牵扯其中 安郡王 素来行事稳妥 定不会轻易涉险的 也是 他们此行西南 主要为了驸马 只要是能顺利找到失踪多年的驸马 那也就不枉此千里之行啊 怕不会那么容易吧 井阁老担心什么 没什么 我只是想 要这么容易的话 早该有驸马的消息了 王爷 楚河怎么样了 龙月说他没事 给他抓药去了 初初 你也先回家吧 可是我哥 初初 你也先回家吧 放心吧 只有我们 不是已经说他没事了吗 你也应该回去 向家中报个平安了 初姑娘 我先送你回去吧 我不回去 我得等我哥醒过来 不然回家说我哥昏迷不行 家人该担心了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 你若真当自己是我三法司的武座 就要听本王的吩咐办事 你若觉得本王的话不值得你一听 便不必在本王这里去救了 我们三法司不缺一个武座 自知情 你若真不光 你若真不见 你若真不见 我失望你若真不见 月光寒天色晚 尘世间冷漫 唯有你身边 拥抱让我眷恋 闭上眼 又相见 在耳边 拂过你的发现 岁月长 情意间 任世间遗憾 没有你相伴 多远都走不散 你笑 这一秒 借我一生来守候 只为你 牵挂着此生未遗留 人未了 情未了 终于为了你落脚 能借我一生来 依靠 远方的 此生的 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